我們看這一題 他說某次段考 國文科出50題 每題2分 所以總共100分 英文科出25題 每題4分 總共也是100 數學科 出20題每題5分 總共也是100分 那現在他說義農 三科都及格 分數 X大於多少呢 60分 大於等於 60分 則呢義農三科的分數 可能是多少分 好那不知道這60分的話 他一定什麼呢 一定是2的倍數 也一定是4的倍數 也一定是5的倍數 也就是說 這個分數 分數他一定是2的倍數 也一定是4的倍數 也一定是5的倍數 也一定是5的倍數 所以2是5是他的因數 所以呢 那這個最大公因數多少呢 最小公倍數 他的最小公倍數的話多少呢 是 5是20 2的倍數 也就是2的倍數 也就是2的倍數 是他的因數 但是呢 X大於等於60 所以X可能等於多少呢 就20K 大於等於60 所以K有可能多少呢 可能等於3吧 或是4 4或是8 或是5 5的話就滿分 3顆都是滿分 所以XX有可能多少呢 剛好60分 或80分 或者是100分 比如說如果是80分的話 那麼他的話呢 他就 對了40體 對20體 這個對計體 515嘛 5630 就這樣子 這樣的話每顆都80分 所以這一題呢 答案是60或80或100